至于县议员赖国祥 则是针对了光风公路意外频传 影响到用路人行的安全 他希望县府能够向公路总局 共同来协助办理修缮 另外针对部落青年的培训 发掘在地音乐人才 和山海剧场三旗的硬体设施 他也希望县府能够多用心 协助族人们开创地方的观光产业 华林南区光复相应的县议员赖国祥 5号华林政策总资讯当中 并且针对光风公路修缮议题 希望县府能够向公路总局 共同来争取进行改善 另外培训部落青年 部落音乐人才养成 以及山海剧场三旗硬体设施增设 希望县府能够加以用心 这个道路呢 已经很多的民意代表来去提案 我刚刚讲了一个故事 是一个阿嬷 他在等小孩子吃年月饭 结果小孩子不小心出了车祸 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面 所以我硬切的期盼 希望这个道路能够赶快的修缮 如果征收土地呢 我相信中央他应该会体恤 我们当时我们当地的那个民众 因为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个道路 那么第二点呢 我要讲的是这个 也是我们部落的需求 封冰箱的部落年轻人的需求 他们要提这个观光产业 我们也知道整个海岸线呢 它的观光产业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海边的水上活动 所以呢 我今天讲这个东西 并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是封冰箱 所有年轻人 在地的年轻人 他们想要推广这样的产业 我们希望能够县政府呢 能够协助他们争取到的是执照 所谓的执照呢 就是导览 还有救生救难 美食等等的一些执照 有了这些执照之后呢 第一个能够保护他们 保护他们 让他们在工作上面 能够第一个安全顺利 也可以保障我们旅客的安全 因为上海巨厂呢 它第二期的经费是 1亿9千多万 可是呢 1亿9千多万的主体结构 上面来讲的话 目前这样看来是OK 但是呢 内装设备 还有周边设施的经费 绝对是不够 所以我也提出来 我希望在三起的花东基金的经费里面呢 也能够申请 尽快的申请 提出这个滚动式检讨的那个计划 很多事情呢 都是从部落出发 我们部落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人才 但是都一直被埋没 像以赛这个乐团呢 也是我们部落 道道地底的泰巴郎子弟 还有今年呢 有一个叫万绍华的小朋友呢 他也是我们部落的子弟 他自己创 今年参加了这个 文创的音乐大赛呢 也得奖了 但是呢 这些人一直都被埋没 在别的地方被看见 在台北在台东 为什么不是在我们花莲县 被发现被看见 我们要的不是舞台 我们要的是 他们曾经在部落 怎么样努力造就出来 现在的状况 我们一定要给他们 更多的鼓励 所以呢 要培养更多的人才 我希望能够从部落出发 我希望县政府 一样能够支持一下 我们部落能够办这样的活动 另外被审计是列为最大文字馆的环保园区 县议员爱国权也希望县府能够举施广义来活化环保园区的用地 审计部被命为全国最大的文字馆 这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痛 而且在前两天呢 我亲自到环保科学园区 去看了一下 去走访了一下 里面只有两个人 这么大的一个场馆 里面那么多的厂房设施 为什么只有两个人 我们花莲县政府是不是一定要共同努力 来把这个建物呢 把这个污名呢摆脱掉 那么再来我刚刚也提到 我希望花莲县政府各局处的首长呢 能共同集市广益 并且请他们写出一个报告 县议呐爱国权表示 花莲云住民重要活动都在北区办理 也希望县府能够重视南区来举行 云住民培训的部分 也希望县府能够大一的支持 共同来开创云住民的观光产业 记得请你 欢迎收到